大家好,我是陈上希医生皮肤专科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皮肤个案 这个病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伯伯 他来看医生主要是想脱蜜 伯伯说我面上生了几粒蜜 医生你用激光帮我脱了他们 做医生的疑心要够重 病人口中所谓的蜜是否真的一粒蜜 还是其实隐藏了其他危险的疾病 病人口中所谓的每一粒蜜 都要检查得十分仔细 因为如果万亿那粒所谓蜜 其实是皮肤癌 而医生又就这样用激光脱了它 皮肤癌就有机会清不干净 令皮肤癌有机会继续扩散 皮肤癌越早发现 就越能够把握治疗的黄金期 就算需要做手术切掉它 伤口都是比较小的 还有可以避免做一些复杂的器官重建手术 所以就算粒蜜多小都好 我们都不能少看它 都要细心检查 说回这个个案先 和爸爸检查面上的蜜 其他的蜜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属于良性的 但是唯独是有一粒蜜 在鼻上面 它的形状比较不规则 用放大镜来做检查 发现它九点钟的方向 皮肤是有点破损的 我就思议 这个皮肤的破损 可以是肌底细胞皮肤癌 早期溃烂的迹长 另外 它的表面是不沉上的光滑 这个也是肌底细胞皮肤癌的特征 综合了以上的特征 我就怀疑它不单是粒蜜的简单 我甚至怀疑它是肌底细胞皮肤癌 如果要排除肌底细胞皮肤癌 就一定要做皮肤活组织检查 才可以确认到 但问题是 病人一心想来 做二氧化体激光脱蜜 想着脱蜜很简单 很快去做完就可以回家 但无端端医生告诉他 会生皮肤癌 还要切它一刀 无端端鼻上多做一道疤痕 究竟这位医生有没有搞错 这位病人很好 没有亲口这么说 但如果我是一位病人 我都会一样这样怀疑 但无办法 证据放在我眼前 这粒所谓蜜 它有肌底细胞皮肤癌的特征 作为医生需要守护病人的健康 要和病人着想需要把握治疗皮肤癌的黄金时间 我不可以不跟病人提议做皮肤活组织检查 将它原本想着脱了的蜜 就改做切割的方法 切了它 得出来的疤痕 虽然是会被就这样用激光脱蜜为之外眼 但是总好过放走了一个皮肤癌 令到病人之后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和病人坦白说出我的观点和忧虑之后 幸好病人都相信我 愿意将脱蜜改为皮肤活组织检查 现在大家可以在画面看到 我们已经进行着皮肤活组织检查 切那个范围 比起黑色的地方是宽了些少的 这个做法是希望可以一次过清除了癌细胞 但是亦都需要拿一个平衡 如果切割得太阔 亦都会增加伤口的大小 和增加疤痕的长度 好了不如大家看看鱼下的手术 好了不可哭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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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